我们现在初步呢收到有关这一个日本大地震的级数呢 一说是有8.4级 然后另一说呢美国方面的地震中心有说8.8级 这个是自1995年以来路德的最高级数的地震在日本 这个太平洋中心所有的岛屿现在都已经被发出了海啸预警 除了日本之外 俄罗斯台湾关岛等地所有太平洋的岛屿都已经发出了海啸的警报 那么现在大家呢还在持续的这个关注当中 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海水 黑色的海水海啸在携带着大量的杂物 淹没仙台地区的农田还有人们的家园 那么工程县知识村井家号已经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 总员向陆上自卫队提出了紧急救灾的人员要求 现在自卫队已经在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没有当地来自陆地上的画面 全部都是直升机拍下来的画面 受到大海啸的影响呢 因为仙台市或者是工程县这个地方呢 有大型的船舶还有民房还有工厂 还有这个草冠等等都被冲走 而且当地呢有一个重要的炼油设施 现在具体的情况并不清楚 我会 我会看着腿知识 你能说不清楚 你能够不清楚